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优先电影来看 台北市未来要达到2050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的目标 市政府特别根据国际发展趋势 顾问专家建议 以及市民需求进行调整 发表了台北市能源政策 白皮书2.0版 将建构节能环境 扩大绿能供应 及带动产业转型 为三大发展方向 协运北投机场 为台北市第一座取得电业执照的光电厂 年发电430万度 为了达到2050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的目标 台北市政府特别根据国际发展趋势 顾问专家建议 以及市民需求进行调整 发表台北市能源政策 白皮书2.0版 将以建构节能环境 扩大绿能供应 以及带动产业转型 为三大发展方向 特别选择 熔景时光生活园区 来做这个整个 台北市能源政策2.0版的发表 那有一个特殊意义 当然这个老的台北行务所重新再利用 本身就是一个检汇永续发展的一个建筑 那在这边 能源政策2.0之所以做修正 是因为我们在2020就已经发表了第一版的这个能源政策白皮书 那么随着今年的这个近云碳排条例的颁布 那么整个条件都有做一些更严格的要求 所以我们把原来的能源政策白皮书做个修正 那经过这几个月来跟专家学者跟各个单位的仔细讨论 重新修正了所有的目标的工作事项 然后重新订出了新的能源政策白皮书2.0 它将会成为台北迈向近云碳排 一个能源永续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指标 第一个随着2050的近云台北的要求 我们在2030减碳会先把它目标设定在40% 然后到205年进展到整个近云 那么在这里面有几个很关键 第一个是积极节能 那么我们预计2018年为积极年的话 在2030我们希望可以降低到18.1% 到了205年可以整个节电降低到72.5% 节电量可以减掉117亿度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讲要非常努力 结合全民一起努力的目标 那么在绿电的部分 我们也以这个2018年为积极的话 我们希望在2030可以累积增量到5倍 到2050年可以累积增量到7倍 这都是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 那未来有一些比较细部的重点工作 第一个是我们的追日计划 就是太阳光电我们会持续的进行 那么2030的目标是设定为包含5000瓦 那么这个是我们会持续的 包含室友的皇帝 包含智慧电网 包含室友黄色的补助 以及公民电厂 我们会持续的推动 其实尤其是整个用电大户 它都必须包含绿电的比例 必须要增加到10%以上至少 那么这一面我们会做福岛 那么逐步来协助 那另外在节电的部分 也要帮忙所有的中小企业 跟我们工商业来做这个处理 那这也是证明在过去 在六都里面台北市是唯一 整个经济持续成长 但是它的节电是达到3.3% 那么其他的五都其实都是 整个持续在用电耗电在增加的 在产业局这边 他们也参考了像日本东京 还有韩国首尔 以及像英国伦敦这种主要的国际大城市 他们的一些策略跟做法 那同时他们也邀请了国内许多 在能源方面这方面的一个顾问跟专家 大家一起开会讨论 共同定出就是像节能 就是积极节能 智慧绿能 还有像低碳永续这样子一个三大目标 产业局也指出 台北市已经率先走在前往净零排放的路上 目前已经累积许多实际行动与亮点成果 那么在过去八年来台北市政府 在各局处共同的合作之下 我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 跟大家先报告 在温室气体的减量部分 我们到2020年就两年之前 我们整个减碳相较于2005年 我们已经达到12.9%的减碳量 这一面包含扩大空品的维护 降低建筑能耗 以及混化场转向绿电的一个处理 那么第二个是在节能部分 那么我这边特别要跟大家报告 在六大都市 我们六都之中 从这数据可以看到 其他五都其实都是不断在做这个耗电 并没有真正达到节电 只有台北市真正达到3.3%的节电比率 是六都之最 那么另外 在住商的节电 在服务业 在经营福岛 我们都有上亿度以上的这个节电的效果的呈现 那么在推动创电的部分 我们在太阳光电的这个设计 也要跟各位报告 在柯市长上任之前 整个台北市的这个光电量 其实只有3100千瓦 但是这八年 我们成长到5万4千多千瓦 整个成长17.5倍 这是一个不敢说绝后 绝对是空钱 那么另外在民间电厂补助 我们帮助57个案件 那么同时 我们也跟民间的这些新创团队合作 还有民间的这个团体合作 台湾第一个公民电厂 正式在台北关渡国中来推动 这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钱来自于民间募资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让公民共同的参与 我们台北做到了 另外销锁力发电 在今年的这个年底也会来完成 那么在其次是智慧电网的推动 这一面包含联合需要进驾的推动 目前已经有5个案场 那么我们预计会持续扩展 在智慧电网部分 有9个案场的这个进行 另外在用电控管 我们有建立一个完整的 电源管理的这个体系 另外在绿电凭证的交易 我们已经将近700多张的 这个再生能源凭证已经发表 推动净零排放 市政府将吸收产业界 共同努力 并配合公民参与 及市民教育等配套 一起来营造 移居永续的台北市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在电源来看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每年都会举办 名人爱献馆义卖活动 今年多位艺人朋友 共襄盛举 捐出了二手包包 将在12月1号到8号 在雅虎拍卖 举行公益竞标 活动也特别邀请到 彩砖教父Kevin老师 担任宣传大使 举办童心宝贝时尚体验秀 为公益拍卖暖身宣传 也呼吁社会大众 一起来关怀心智障碍的青年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为了宣传今年的 名人爱献馆二手包意卖活动 特别邀请彩庄教父Kevin老师 担任活动宣传大使 指导心智障碍青年们 进行童心宝贝时尚体验秀 展现出最自信的一面 也透过走秀展示 多位艺人所捐出的二手包 呼吁社会大众 能一起来响应 二手包意卖活动 第一位我们看到的是小易 他手上拿的这个包包呢 就是Kevin我捐出来的 这个是来自Balonshaga 巴黎世家 我觉得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都会非常喜欢的一款包 这个现在在柜上 你应该也是找不到了 这个大小呢 非常适合这种两天一夜 现在大包又再次流行回来 成佑今天背了一个后背包 非常好看的这个 Hi Cerebra的这个后背包 尼龙的柴橘 你看前方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这种部落的花纹 很可爱很实用的包包 而且这个大小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背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看帅哥陈佑背起来也很好看 谢谢陈佑 第三位是月娥 月娥手上拿的这个包包非常非常可爱 这款包包呢 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小燕姐捐出来的非常可爱 色彩拼接 非常感谢刚才第一色服的迅男美女们为我们示范的走秀 不要忘了从12月1号开始 大家一定要锁定第一色服的不管是官网或者是脸书 这一次的名人爱线馆会透过雅虎的这个拍卖的平台来做竞标 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是用竞标的模式 所以呢你一定要每一天上去关注你的价钱 你喜欢的那个包包有没有被追价过去 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蔡依林的这一个宝格力的包包 或者是你看好可爱的蜜蜜包 迪佑的包包 或者是你喜欢我捐出来的这个Balo Shaka的两天一夜的大包包 所以记得赶快锁定第一色服 不管是官网或者是脸书的粉丝团 来了解一下名人爱线馆这一次的爱心义卖 第一色服成立43年 是一个专注于服务心智障碍的组织 目前复设12个发展中心 同时也服务双倍社区里的身心障碍者及其家庭 每年服务超过上万名不同年龄层的身心障碍者 名人爱线馆的义卖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2届了 感谢许多演艺圈的朋友们捐出他们全新 或者是有纪念价值的二手包包 让喜爱他们的粉丝 还有大众竞标 这个义卖的金额呢 将会全数帮助我们心智障碍朋友的照顾服务 今年我们强调寻宝献爱包您幸福 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响应物品环保再利用的精神 还可以将这个物品的价值极大化 化成爱心来支持同心宝贝和他们的家庭 这次的活动非常感谢天后财依林 Kevin老师 小燕姐 莎莎 宋云化等15位知名艺人共襄盛举 总共有21个包包等大家来竞标 活动会在12月1号的中午12点 在雅虎拍卖的平台上 第一基金会的卖场开放竞标 到12月8号的中午12点为止 最高价者得标 我们会在截标付款后的一个月内 寄出包包和收据 详细的活动资讯也可以到 第一社福官网的最新消息中了解 欢迎大家踊跃支持第一名人爱信馆的活动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指出 今年活动相当感谢众多艺人的爱心相挺 竞标意卖活动将从12月1号到12月8号举行 欢迎社会大众踊跃响应 名人爱信馆公益拍卖 一起来关注心智障碍者老化的议题 也帮助他们快乐学习与成长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您知道阿里山巨大的块木是如何用火车运下山的吗 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举办台湾林业铁道使路百年三光特展 展出阿里山 八仙山 太平山 林田山等六条林业铁道系统 从台湾林业的发展背景 特殊路线设计和运材技术 带领观众深入山林 探索林铁百年时光 蕴含的价值及意义 林业铁道是台湾现代花进城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其中阿里山铁路于1912年底通车 是台湾最早兴建 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林业铁道 展览展出阿里山 八仙山 太平山 林田山等六条林业铁道系统 从台湾林业的发展背景 特殊路线设计和运材技术 重现百年林铁文化 大概分成三个区 第一个区是有关林业的整个背景 我们把重点会放在高山的林木 原住民这个部分 第二个展区主要是在讲运输系统 包括我们的铁路 后来发展出很重要的锁道系统 木头怎么样从山上到山下 这个我们会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第三个部分是有关于人的 人跟我们未来的发展 林业铁道有很多的员工过去都是住在山上的 他们在山上的生活怎么样 那跟我们未来的整个林业铁路的发展 林业的发展 目前潮文化资产的这个走向 或者是生态保育的走向 我们来探讨这几个部分 这个展览里面我们特别跟苏昭旭老师 重要关系的这个火车 那欢迎大家来展场 来看一下这些精致的这个模型 林业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的 就经济效益的这个收入来说 它发展时间大概就是20世纪的这个前半段 大概大概六七十年 大概到这个1990年代左右呢 就完91年就全面进阀了 那一直到前几年才有林业局才提出所谓 国产财的这个开发利用 有序的这个生态性的来运用 那这过去其实我们几乎忘记了林业这个东西 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生活的一部分 那包括我们大概只记得林铁 林业铁路 所以我们借由林业铁路这个载体 来了解一下台湾过去曾经有这么一个 山林的一个故事 山上的一些生活 然后这些产业的一个收益 包括它整个运输系统怎么发展 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都详细来说明 台湾近两百年有四大产业 包含矿业 糖业 盐业及林业 而林业可说是上天赐予台湾重要的资产 其中阿里山铁道是台湾林业铁道发展最重要的 林业铁道不仅是木材的运具 更彰显台湾当时的工业技术 台湾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林业曾经是达到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那随着1990年宣布进发以后 那这个林业铁道也随着落幕 那目前仅存的这个阿里山铁道 我想它是目前担任的这个工人 主要是那个客运 运输这个观光游客 以及这个观光的工人 那我想阿里山目前列为这个台湾的世界遗产的潜益点之一 那它有很特殊的这个路线的规划 还有车厢 还有当时这个运材的一个技术 还有当时这个林业工人的生活的点滴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展出这样的一个历程 我们是希望探讨那个两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有关这个环境生态保护的议题 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有关文化资产的议题 那我想它既然已经目前具有台湾文化资产的身份 台湾这块土地如果算起来 最少原住民居住在这里 大概至少有五年五六千年 那如果从建成就从河西建成 大概也将近四百年 那如果说最现代化应该从日治时期 大概有两百年 林业大概在台湾 大概就是上天赐给台湾最重要的资产 它除了提供我们建筑的材料以外 事实上它也提供了环道 以及文化观光的功能 那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其实就是山林在呼唤我们 其实就是台湾人民内心之中 最深刻的心灵故乡 那但是不可否认 在山林开坎过程之中 也产生了很多的破坏 尤其对原住民 原住民因为山林的开坎 其实产生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甚至他们的文化语言 甚至土地的流失迁徙 这中间也有很多的故事 包括大爆色事件 包括我们的物色事件 不过不管怎么样 在这些事件过后 我们也都台湾这个土地 也都开始沉思醒悟 那其中在这里所有的山林发展中 阿里山大概是所有里面的林业发展里面 最重要的 它不只是林业发展 它还有原住民的文化发展 它有铁道文化 各式各样的文化在我们的 我们的阿里山铁道发生 那在阿里山铁道 其实是台湾第一个 我们所谓的文化景观的道路 那目前文化部 组成专案小组 在处理的就是 我们阿里山成为我们 就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的 一个专案小组 希望结合对它有一些好的影响 将来能够在全世界发光发热 台湾林业铁道特展 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号 在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探索林铁百年时光 蕴含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评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外食族群逐年增加 台北市卫生局维护消费者使用即时食品的卫生安全 下半年执行机查专案 针对餐饮店 传统市场店面 超级市场等即时食品进行抽验 20家业者出茶 就有15家业者有卫生闪失 琳琅满目的即时食品 因现代人忙碌 无法自行准备餐点的需求 也满足外食族便利使用 但食品的卫生安全吗 台北市卫生局执行机查专案 针对20家有贩售即时食品的业者 抽验卫生规范与食品标准 出茶就有15家业者有卫生缺食 111年下半年即时食品卫生机查的结果 陈若我们刚刚主持人在说 我们目前现在现代人非常忙碌 外食族群也重演增加 所以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为了维护 消费者使用即时食品的卫生安全 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年 有执行即时食品的卫生机查专案 我们针对了一般的餐饮业 传统市场的店面 超级市场等等制作 贩售及食品的业者 总共进行了20家的食品卫生相关机查 经过了复查之后都符合规定 另外其中有一家的业者 没有依规定来投保我们的产品责任险 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我们也后续采出了仙台币3万元的法环 详细的机查清测 请大家参考附件清测 那本次的机查专案呢 我们针对了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食品业者的登录 以及食品标示查核 食品业者的产品责任险等等 四个面向来进行检核 那出查15家业者有卫生缺失 我们统计了前三项的缺失 为食品业者 从业人员没有健康检查证明 没有废弃物的清浴记录 没有肉品的进货来源 那经限期改善之后 复查结果都符合规定 那依照实案法第八条的规定呢 食品业者应该要遵守 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那如果违法规定 经限期改善 近期未改善者 我们可以同法第44条 第一项第一法规定 主刑台币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还 那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针对我们上述制造贩售的场所 我们同时进行了牛肉猪肉的原料产地 以及基因改造食品 以及从猪肉食品的相关标示查核 那检查结果呢都符合相关的规定 那此外呢 我们以一同法的实案法第13条的规定 我们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类别及规模的食品业者 都应该要投保产品责任险 那未投保的人 可一同法第47条地向第五款规定 主刑台币3万元以上 及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卫生局也提醒业者与消费端需注意的买卖准则 那卫生局也在此顾虑餐饮及食品发败业者 餐饮卫生要确实掌握食安五药的逆诀 那就是包括像食品的业者要分補 食品的标示要完整 餐饮业者要注意 那餐饮的卫生要注意 食品的来源要清楚 那就是另外还有就是从业人员要相关的体检 那同时我们也会提醒相关的消费者 我们在购买及时食品的时候 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及餐饮的卫生 那我们再次也呼吁我们餐饮业及食品的贩售业者 要做好自主的管理 制作贩售场所要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操作的人员在考虑食品的前后 都要彻底洗清双手 那也要使用新鲜的食材 那另外呢跟食品有直接接触的用水 都要符合饮用水的水级标准 另外呢身熟食的包具砧板都要分开使用 避免交叉的污染 并且要控制好贩售量 不要大量的制作并投机贩售 那卫生局也再次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及时食品的时候 要选择商与良好 场所整洁卫生的店家 那所贩售的食品也要记事 也要注意色的跟气味是否正常 购买之后要立即的使用完毕 那并提醒三餐在外的相当的消费者 那要以全骨的根青类为主食 都是用蔬菜水果 并且会建议以白开水来代替含糖饮料 那封调的方式也建议 清蒸或是煮或是骨的方式来进行 相关的鸡茶结果 民众都可以到台北市卫生局网站 查询讯息 保障自我的食安健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北投区健康服务中心 为了要克服长者难以有效持续运动的问题 规划了长者持续运动 创新普罗模式 提供普罗大众长者都能取得资源 设计普罗运动 有效促进长者健康 为了养成长者的持续运动习惯 台北市北投区健康服务中心 规划长者持续运动创新普罗模式 结合公益团体丰沛的实体 线上课程及影音资源 提供长者持续不断的普罗资源 长者可以依照自己方便的时间选择课程 课后还可以看影音资料衍生学习 那我们知道台北市老年人口快速上升 而长者如果没有持续运动 肌肉量每年都会减少1%到2% 那他的肌少症衰落还有跌倒风险 就会大为增加 那会因众影响到他的健康跟生命安全 所以本中心特地规划长者持续运动的创新普罗模式 那所谓普罗模式指的就是要适合普罗大众的服务模式 那依据我们以往推动的经验 社区长者会反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冰冻课程名额太少了 报的不到名啊 或是地铁不方便啊 没有办法持续上课 所以本中心特地去结合了公益团体来办理 包括实体跟线上的课程 那我们课程由每个月平均市场增加到 每个月有77场成长了20倍 所以长者可以依照自己方便时间选择课程 课后还可以看影音资料来延伸学习 提供长者持续不断的一个普罗资源 那长者反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觉得 哇这些病动的动作太难了太复杂了 有老师带我才会做回去就忘了自己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本中心特别挑选了那个不竞速 找到不累点的放松学查跑 还有配合呼吸 简易伸展的一个静心呼吸瑜伽 提供长者只要体验一次 就可以学会的普罗运动 所以让持续参与的长者达到623位 那以前参与比例很低的这些男性呢 也从个位数成长到接近40% 然后长者反应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长者常常会觉得 哇运动好累哦 或是身体那边痠那边痛不舒服啊 或是有时事情啊 要照顾孙子啊 要跟朋友出去吃饭啊 没有时间 结果就没有持续运动了 所以本中心特别使用Google Fit 来自动记录长者 他每天的运动步数跟心肺强化分数 他就可以轻松进行普罗追踪 了解长者持续运动的这个情况 然后可以定期给予鼓励 然后让参与长者可以平均步数达到7000步以上 显示长者已经养成了持续运动的习惯 健康服务中心也在社区广设普罗健康站 提供一致性的三高及体组层检测工具 让长者可以每个月就近进行普罗评价 健康站也发现持续运动的长者 骨骼几率增加 体脂肪率皆有下降 对很多事情显得心思绝绝不愿意再动 那他要放弃的时候 刚好接触了到我们的普罗运动 那开启了他另外一个丰富的人生 回复了跟太太一起去运动 两个人可以互相扶持的参与 成为朋友间的神仙圈女 那也交到了许多的朋友 那参加各式各类的活动 那他在疾病前的话 一天的步数不到2000步 那他等参加普罗运动之后 现在平均每日是有4000多步 成长了两倍 甚至单日的话可最高到8000多 那让人家更惊艳的部分 是他的体组成分和骨骼几率改善 优于一般学员的平均值 效果是非常的显著这样 可以看到我们的长者持续运动的创新普罗 是提供一条龙通用完整智慧的服务 让长者可以一见钟情 体验一次就爱上运动 还要一直爱不完持续的有效运动 生活好评 所以有兴趣的民众欢迎加入我们的 得投好健康 长者常因为觉得累身体不舒服 会有事情每时间 导致运动半途而废 透过健康服务中心的规划 定期给予奖励 让参与课程的长者成功养成持续运动的习惯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向贫穷者学习行动联盟举办的贫穷人的台北 带领民众探讨贫穷的议题 同时开启不同族群对家的想象 由向贫穷者学习行动联盟举办的贫穷人的台北 集结了关注都市贫困者的16个团体 活动以贴近贫穷者生活经验为核心 于10月底在台北万华多个展区登场 不同以往的是今年活动扩大规模 以贫穷嘉年华为主题 透过深度走访 议题讨论等多元互动 带领民众探讨贫穷议题 同时开启不同群体对家的想象 我们最大的动机 其实是让大家去重新认识跟定义贫穷这件事情 让大家去认识说 其实贫穷经验者并不是要想着这么的危险 也不是大家想着这么的不堪 这么的没有力量 我下课都会来这 然后我总共认识了24个 然后我都可以叫出她的名字 10月29号下午 来自安康社区的少女 担任其社区导览员 引导民众穿梭在街头巷尾中 甚至爬上屋顶 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是主办方为了让民众看见 贫穷者日常生活模式与困境 而准备的活动 作为9条走读路线之一 致力于关照安康社区儿哨的团体 微光盒子 更在走读结束后 准备了酱油拌饭 关东煮泡面 让参与着品尝居民们平时会吃的食物 参与民众也有机会和社区青少年对谈 借此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及想法 我们这次也培训了两位孩子 尝试去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 但我们比较没有想要呈现说 孩子改变很多 变得很真相 就那种立志的故事 我觉得没有必要 他们是怎样就是怎样 我们只希望让他们最真实的样子 呈现在社会大中的面前 过去的我总是不断地被抛弃 就像是在瞧不起我 让我感觉到恐惧 贫穷嘉年华的展览 由16个展间共同组成 分别展示边缘少年 无家者 精神失序者 情欲产业工作者等 不同族群的日常 以视觉及听觉 带领民众认识贫穷者的真实生活 期望打破贫穷者消极 落魄的刻板印象 让大众重新认识他们 拍那些可能 就是经济上 都是可能在机会上 可能有一些选择上 的落差之外 就他们会讲的话 是会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平常的习惯什么 其实认真讲 就是好像没什么差别 贫穷嘉年华将多方组织 串联在一起 除了增进不同议题的交流机会 也藉由合作扩大影响力 民众参与其中 不只能翻转大众 对于贫穷者的认知 也能一同探讨 加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意义 主办方也期盼持续建立对话空间 让社会大众与贫穷经验者 相互理解 并肩而行 一年一度的白昼之夜活动 强调接地气 今年不只邀请年轻创作者团体 著名的Podcast节目主持人 也来活动现场进行讲座 各式的艺文活动 在士林周边的四大活动园区 轮番上阵 随着DJ播放的热闹音乐 上千位民众在街头上跳起摇摆舞 一同参与这场城市里的艺术童乐会 这是一年一度的白昼之夜 随着疫情趋缓 今年活动回归实体举办 从傍晚六点到隔天凌晨六点 在士林周边四大园区展开 今年强调接地气的白昼之夜 邀请了许多新生代的年轻创作者团体 其中由北一大舞蹈所和新美所合作 带来的超虚真科技基同展示现场 以台湾传统民间信仰为主题 结合舞蹈与科技技术 穿梭在围观人群中 带来吸睛的创作演出 就是在一大里面比较多会对照的观众 可能会比较严肃或什么的 然后可是我们这个演出其实有点ㄎㄧㄤ 然后我是觉得蛮好笑的 就可以跟大家玩这样 直到是在白昼之夜的这样子的破坏场地的时候 那我们也因应这样有一些调度上 会变成这样用表演去代理观众的视线 除了今年刚开幕的北一中心外 白昼之夜的活动范围横跨了科教馆 天文馆儿童新乐园和士林官邸等四个园区 吸引了四十多万人涌进士林 不过过量的人潮也造成全场拥挤 智利宴市所在的文林路上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也引起民众对于动线规划不良的批评 然后刚刚是很多活动集在那个 士林夜市的那个大马 可是可能同时有一两个三个一起的时候 整个都塞住了 其实都看不太到因为人有点太多了 虽然白昼之夜活动后有民众反应 动线规划标示不明导致观赏体验不如预期 但兴起有趣的作品转眼为士林的夜晚炒热了气氛 也吸引许多民众到访 在习以为常的街道上感受艺术的魅力 记者江申和宇台北采访报导 第六届人权伴桌在青岛东路举行 邀请政治受难者与无家者们在寒冬中用餐 感受一场充满温度的人权饷 以及汽车宴 各种的体验 各种和宿焰 摩托在日本童谎 节酿店 品牌 天赋 怕香小整瓣条 药膳 鸡汤 鸡汤 蒜泥白切肉等 共9道菜也要先后上桌 第六届人权伴桌 选在12月人权月 于昔日军法处的青岛东路旁举行 洗开24桌 邀请政治受难者与无家者们 在寒冬中热闹开饭 半桌现场还翻天 吃饭聊天之余 也少不了炒热气氛的 鱼杏节目 卡拉OK欢唱 以及香肠与肉干的 Shibala比拼 更有抽奖活动 让参与者收获满满 虽然说大家可能彼此不认识 但是大家还是会 很乐意去跟大家一起分享 去跟人建立一些情谊 原作上的菜肴 代表着政治受难者 与无家者的生命故事 人群伴桌每年邀请参与者 各点一道料理 并在用餐时 分享自己的点菜缘由 我今天提供的所谓的白切肉 是因为我是说 我让大家知道 当年我们在绿岛的期间里面 要吃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怀念我们过去曾经 在绿岛的期间里面的生活 人群伴桌因政治受难者 陈青生的故事而展开 他在白色恐怖时代 被陷害入狱 成了政治犯 初日后则在万华街头流浪三年 为了感谢当时一位厨师 每天提供便当 支持他走过艰辛的日子 他便发想出街头艳客的方式 将希望传递下去 我们只是出发点是在关心 给大家一点点的微笑 一点点的光芒 能够看到你们自己的未来 我一直认定这个伴桌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这么的和气 这么的和善的对待他们 是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非常期待的 祝败的这一天 活动当天除了人权伴桌 周冰也有人权市集 聚集了关心人权议题的NGO组织 学校社团和友善店家 进行摆摊与短讲 期盼拉近大众与人权议题的距离 在人权伴桌系列活动中 每个人都有机会与无家者 和政治受难者长辈 及各个人权组织互动 即便寒流来袭 仍然开启了一场充满温度的人权饗宴 记者刘亭与张柏涵台北采访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样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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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新医区市议员韩世玉 四年前接棒父亲海良旗议员席次 第二次参选寻求连任 一举拿下了8067票 不止连任成功 还拿下了金融市议员的第一高票 竞选总部前 鞭炮声持起比落 新医区议员韩世玉 拿下了8067票 顺利连任成功 拿下全市第一高票 韩世玉在选民的出拥下 发表感言 干爹干妈 以及叔叔 伯伯 阿姨 姐姐 婶婶 还有哥哥 弟弟 还有老师 兄弟 大家 谢谢你们 开场 连续几天站在入口卸票 感谢民众支持 能够一举拿到8000多票 这名四年的服务 受到选民肯定 都带大家照顾 谢谢 高票 谢谢 谢谢自己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 我们相亲各位好友 谢谢大家对市域的肯定 以及支持 那市域呢 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 也没有想到说 这次的话 会有这么高的一个票数 那在此呢 真的非常的感谢 再感谢 那市域呢 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全力以赴 用心服务 那让呢 我们的各位民众呢 大家能够有感到 市域的 更热情的一个服务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是最重要的 服务处助理电脑中 排满整天的行程 就连辅选团队执行长许国仁 都很佩服 韩世玉的铁人精神 我是从韩良企议员 一直到韩世玉议员 我都在服务处帮忙 那给我的印象是说 台语说 这些人如果要来 要做党活 不用怕没充党来 他们父子就是 日日月月的 就是一直做 就只有一个字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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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常常服务的对象 我们服务了半天 才知道他是安乐区的 他是仁爱区的 他是重镇区过来的 但是我们依然是 勇往直前 因为我们知道 金融市的市议员 是属于金融市的 我们不会因为选区 也不会因为选举 所以我们的服务处 服务案件特别多 但是也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们不怕累 因为我们看到 两位议员 前后任的议员 都是身先士组 他们一直在噴波 一直在噴波 一直在累 看到他们穿破了好多双鞋 是不是觉得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民众 我们民意 我觉得民意才是 我们常讲的王道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有党义 或者是有任何的 其他的所谓的政党政治的 这样一个想法 我觉得说始终 还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来去监督市政 那才是我们民众之福 那常常呢 大家会讲 尤其我们的 18期我们的市长 说的 我们好好做人 所以我们好好做事情 那为大家呢 努力 做好每一切 韩世玉拿下全市第一高票 8067票 虽然没有超越 已故议员 杨时辰 8300多票的成绩 但两个人服精神 在地方获得肯定 韩世玉谦虚的说 会继续做好基层服务 不负选民所托 记者 黄绍民 基隆报道 再等一来看 基隆八斗子公共篮球场 整修后使用率高 但最近无预警的封闭 原来是有民众骑机车进入 区公所贴上 不能使用封条 封闭三天 不少民众及家长就反映 怎么能因少数人不守法 却惩罚多数民众呢 认为做法不妥 对此区公所做出回应 小朋友聚集在篮球场外 看到篮球场大门伸锁 还贴着一张公告 写着有人违规骑车进入球场 因此要封闭三天 不过这样无预警的封闭 让民众很不解 因为我是觉得公共场所 是可以大家用 但是这样子突然锁起来 其实小朋友在这里 就缺少一个空间可以使用 是还蛮可惜的 这里是八斗子篮球场 29日被民众发现突然上锁 气得在网路上po文抱怨 认为其他人违规 却影响到李明权益 像是变相惩罚李明 那当然是很傻眼啊 因为昨天关闭之后 就有天气刚好比较好 就有小朋友反映说 为什么不能使用篮球场 那既然这是公共空间 当然大家都必须要来维护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举证说 今天进去这里的是李明 那也许是外面的游客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做法 等于是变相在城乡李明 就像说我们如果说在 花园里面有人抽烟 那是不是整个花园要封闭 禁止大家进入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 可能还是要 可能还是要做一点调整啦 那如果说有人一直违法 然后一直在里面骑 摩托车骑脚踏车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附近的里面 其实都完全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 篮球场 那这样太不合理了吧 不然这样子争取这个篮球场建设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毕竟是我们违法 是其他人 我觉得会在那边加装那件事情 像也找到那个范园 然后就可以坐那种 就挡住机车进去的 就是这样对大家比较公平 对啊 也有人叫我要强硬起来 那问题是 当然是有些人他希望不要关起来 有些人是希望说要强硬之后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球场维护得很好啊 因为花了这么多的工厂 在做球场做起来 你如果不让车子都进去 你不处理的话 市议员蓝敏黄收到了民众诚情 联系区公所 研议改善方案 我想根据我充分了解之后 我想区公所 它的利益是良善 一方面要保护 运动休闲民众的安全 一方面也要保护球场的完整性 怕它避免被破坏 毕竟我们花了800万的经费 去把它盖起来的 那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守法 那既然这样的管理规定 有点争议的话 没关系 我刚刚已经跟区长有做过沟通了 未来我们可能就会 采用这个车主的方式 来改善这个方法 只要做好车主之后 未来就可以100%的避免车辆进入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民众出入的安全 大部分都有遵守 只是说有少部分不遵守 那我的原因就是说 你在里面打球的人 你也要负起维护的责任 有人要进去你要跟他劝打 对 因为球场是大家的嘛 那好不容易已经做得那么好 之前还有春节的时候都进去放鞭炮 那个地面都会坏掉 那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 今年的春节 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管理 人家又讲话 你一放松 地面坏掉 人家又来8分钟 里长那个地面又坏掉了 里长无奈的说 篮球场好不容易整修好 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 就怕花了大笔经费 设置篮球场遭到破坏 今年来基隆海洋广场在12月都有巨型的圣诞树陪伴着大家 今年也一样 12月3号将进行破纪录19公尺高的圣诞树点灯活动 同时还有多项精彩的演出要带给民众满满的祝福 一曲震撼的赛马 带给人满满的勇气与力量 还有扣人心弦的上海滩 勾勒出生命灵魂 多次参与大型活动演出的基隆城市爱乐 在12月3号海洋广场将带来多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在点灯中要带给大家满满的感动 我们是基隆城市爱乐 那这里后面是我们基隆城市爱乐的团链地址 基隆城市爱乐成立五年多 团员来自于基隆市民各个不同年龄阶层 社会阶层的人士 那各位如果对于工学乐器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基隆城市爱乐的粉丝团来与我们联系 最主要12月3号的晚间 我们在海洋广场有圣诞点灯的活动 而且今年的圣诞树是特别巨型的呃呃呈现方式 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在12月3号晚间来海洋广场 聆听我们基隆城市爱乐的演出 当然各位朋友如果对于呃拉琴有兴趣 又觉得自己孤单的话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演出 我们平日呢也参与了很多基隆当地或是外地的工艺性质演出 节目都很精彩 欢迎各位一起来加入 今年基隆市文化局与众教会及财团法人基隆基督教青年会合作 12月3号将在海洋广场点亮高达18米的圣诞树 外加一米的璀璨伯利恒之心 揭开缤纷圣诞光药基隆圣诞月的序幕 欢迎市民好朋友一起来参与点灯 照亮失忍的12月 一起来感受满满平安祝福的爱与温暖 记者崔小军采访报道 受到疫情及通膨双重影响 负责照顾植物人的创世基金会 募款及营运更加艰辛 张龙发慈善基金会伸出援手 任购由创世推出的爱心饰品兔宝 再与基隆长龙桂冠 携手进行义卖 义卖所得将全数再捐给基隆创世 让爱与祝福无限延续 在华山基金会志工协助下 92岁的狸狸奶奶把尤彩林 在兔宝全身 直说很好玩 你看这个有漂亮吗 这家通话有漂亮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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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这个造型可爱又讨喜的磁器兔宝 是由创世基金会推出的爱心商品 由疫情及通膨双重影响下 专责植物人照顾的创世基金会 营运非常辛苦 张龙发慈善基金会因此伸出援手 任购兔宝 帮助植物人家庭减轻负担 在与金融长龙桂冠合作 举办兔宝在意卖活动 希望号召社会大众与企业团体 把可爱的兔宝带回家 让爱与祝福无限延续 我们张龙发慈善基金会觉得可以跟创世 还有华山基金会一起来办一个兔宝 送卵的活动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觉得创世基金会长期以来就帮助这些植物人 那华山基金会就照顾一些老人 那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张龙桂冠的力量 把这个爱心传播到社会上面去 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社会上更多有爱心的人 一起来做相关的爱心活动 这个供应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是身为一个金融在地的一个饭店 那我也希望由我来引起金融在地的这些百姓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公益 创世方面表示照顾植物人一餐就需要50元 因此对于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与金融长龙桂冠及时援助非常感激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其实对我们创世基金会 全台的创世基金会其实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植物人安养经费 所以不管是饮食或是卫生用品的部分 其实都是影响非常的大 占款也都有减少这样子 那明天又刚好是我们的19周年 满19周年要迈向第20年的怨庆 那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就感谢他们就是13万 我们可以我们就是我们的餐食是一餐是50元 那一天是六餐是300元 所以他可以提供我们2600份的餐食 所以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非常大 这就是我们学生送菜最好的生日礼物 可爱又讨喜的兔宝限量100份 每组饰品还附有祈愿卡 让民众书写后吊挂在饭店大厅的圣诞树上 一脉所得将在12月23号全宿转正给创世基隆分院 协助创世照顾植物人 不保传爱 携手送完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数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 80岁以上大约每5人就有一位失智 因此卫生福利部金融医院提醒民众 预防失智三件重要的事就是要多运动 多社交及多动脑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80岁以上大约每5个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卫生福利部金融医院新任院长林三琦 在医疗记者会上表示 预估再过几年台湾将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失智和长造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大概在65岁以上13位就有一位 80岁以上5位就有一位 这比例算很高了 那台湾预计在2025 就会步入超高龄社会 是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那这个未来的我们实质的人口 可能要越多 面对这样的人口的一个挡化 我想该提到了几个重点 预防生育治疗 卫生福利部金融医院神经科医师彭施伟指出 阿兹海默症也是失智症的一种 而失智症发生的原因很多 如何判断是失智还是健忘 原则上在于如果旁人提醒一下 还能够想起来忘记的地点或事情 就是健忘 如果完全记不起来可能就是失智 这两个差别就在于健忘症人他努力的回想下 或者是你稍微提醒他 他马上就可以找得到 可以找得出来 但失智症的病人 他的那个存疾的地方已经坏掉了 所以你不管再怎么提示他都没有用 他不会因为你提示他而想起来 因此卫生福利部金融医院提醒民众 预防失智三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多运动多多社会交际以及多动动脑 目前认为其实在运动方面确实是有效的 多运动确实是一个保护失智症的好的因子 那在运动当中最有效的是有氧运动 那我觉得例如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像快走啊 骑脚踏车啊 慢跑啊 游泳这一类的是最好的 但我在诊间通常都会鼓励病人 其实你在家里做做伸展啊 出去外面散散步 其实都是对你会有帮助的 大概会建议多少岁以上 或者说其实平常就维持 大概一天要多少运动时间会比较好的 其实这个都是 如果你在中年或者是现在还是 慢慢累积 你的身体就会机能比较好 那当然目前的建议就是一周三次嘛 然后每次只要二十分钟 但我想一般人都没有办到的吧 我想三件事 我们会跟别人说 第一个就是彭医师说的运动最重要 第二件事情是人际关系要复杂一点 就亲友邻居多来往 这个人际的互动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就是多动脑 也就是彭医师说的终身学习 那看电视是最没有用的 看电视血流会下降 脑血流会下降 对大脑最不好 那就是希望任志工能够 我之前打宝可梦也有人推荐 那总之就是主动去做一些学习是最好的 所以三件事就是彭医师就有提到 这三件事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彭施维医生进一步指出一般统计 从罹患失智到过世大约八到十年左右的时间 因此民众如果从生活习惯和社交活动着手 例如参加社团当志工 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和愉快的心情 以及健康饮食等等 就可以大大降低罹患失智症的机会 打造幸福的老年生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轻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